火花 欸 妳看 妳們就看到床了 還是都沒有 可是裏面是紫色的欸 每間房間 顏色不一樣欸 裏面是藍色 然後再紫色 然後廁所是 灰色 其實如果家裡五顏六色的話 其實也是不太好的喔 蛤 為什麼不是每一個空間營造不一樣的氣氛嗎 對 感覺上很像很浪漫 浪漫 浪漫 浪漫嗎 沒有 就是可能會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啦 但是如果說五顏六色來講的話 尤其像房間啊 盡量不要用 當然我們都不明聽暗房 可是呢 有些人的房間會把它漆得很藍色 或像這樣 紫色這樣還好 但是如果你漆得太紫色變得很暗的話 那反而很容易會造成一些憂鬱症啊 心情不好的問題啊 但這種薰衣潮色應該還 對啊 這種是還可以 但是如果它太紫的話呢 就會形成爛桃花的問題 那這音是最好奇這一面漸層的是不是 這個是什麼 這是之前人貼的耶 可能隔熱吧 隔熱然後又有一點讓它不要那麼曬 對啊 節約能源 自己貼防曬米 隔熱紙 第一桶 其實它這個隔熱紙呢 最尷尬就是晚上的時候 然後會形成一個鏡面的 好 其實它這個變成鏡面的話呢 照到這個床會讓它的睡眠呢 身心裡不夠安定 而且呢 這個大門又直接看到這個床 而且它這邊躺下來的 這個窗戶又特別低 睡不好吧 就會蠻長半夜會醒來的啦 上廁所啊 對 但是我一直把它解釋成 不是 但是我可能就是一進門 然後自己感覺一下 然後有那種奇怪的感覺 我可能就不會出這樣 那你不是之前就是也是鐵齒啊 對 其實那次是因為很趕 非常地一個就是有加層的 可是家裡面就是台四階樓梯喔 就是我可以從地上滑下來 為什麼這樣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忽然就滑到 然後感覺做的時候 心聲就有點心聲 心聲不黏 是被人推你 沒有 所以你有那個感覺 就是你有那個體質 你可以感受到這個空間裡面 乾不乾淨的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算是乾不乾淨 就是我會不會舒服 老師它這一種是 對 其實有些人體質比較敏感 他的八字呢 可能比較輕 或者說跟這種我們講 靈界啊 或神佛比較緣分的人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喔 那其實如果說一般我們的八字啊 輕 或是你本身八字有這種命格的話 其實很好的一個化解的方式就是說呢 你可以平常呢 配戴我們之前常講的九宮八卦嘛 那我們之前有九宮八卦的銅牌 你可以掛一個 你是掛在自己的身上嗎 八卦怎麼辦 那那個八字怎麼看輕重啊 好 其實八字看輕重 如果說當然這裡還是要經過老師 幫你去那個牌啦 那一般很多習俗呢 都會說啊 你的八字幾兩 幾兩重 對啊 那多少才算輕 其實那個是一個民間球 但是基本上要三兩以上 三兩半以上會比較好 如果兩兩就才低了 哇 你比較華心還輕耶 那他剛才是有七兩耶 二兩六真的沒有辦法拿出來賣喔 對啊 太孝敗 所以其實 當然這個是趁古論命啦 趁古論命來講沒有那麼客觀 我覺得大家不要太緊張 那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的八字呢 像你的祖星啊 跟商官 跟片印 你的祖星上面有這兩顆星的話 都特別的跟宗教有緣分 那當然如果以那個來講的話 如果你要化解這樣的問題呢 就是可以放一個九宮八卦牌在身上 或是有八卦 八卦是不是有那個 前隊離陣 有沒有 等等的那些卦位呢 為什麼要放八卦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的八字就跟應對八卦的命格是相對的 所以你放一個八卦在身上呢 可以守護你的身心靈 所以有時候你也不會弄敏感 那再者就是說呢 八卦它也不會傷害到無相劑的眾生 所以這就是比較安全的方式囉 了解 所以就是你意思說 如果是他八字在三兩下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他自己覺得八字的心就更敏感 更害怕 就可以掛這個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要避免呢 其實很多人就想說 掛這個東西啊 好像就是要護身嘛 可是很多人會有很錯的觀念就是說 我掛這個是要驅魔 我掛這個是要把這個鬼打掉 但這樣都是不正確的 他不能說要幹嘛 因為其實呢 如果說你真的跟這個體質有緣分的話 我們應該要和平共處 對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像有一些比較 呃... 我們講講 姜母術士好了 他可能就 這樣說詹老師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可能沒有這樣說詹老師 對 如果... 好 就是說詹老師 如果說這樣 有些老師 如果他可能會跟我說 他你後面跟了幾個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都不太正派啦 其實真正看得到的人呢 他不敢講 而且他看到的人 他也不可以教你怎麼去驅趕他 所以像有時候 老師會跟你講說 啊 你就帶這個什麼東西 然後會撒一些符啊 畫符有沒有 然後把這些靈界的眾生驅走 那為什麼他不敢驅趕他 因為他會怕跟上他 因為驅趕他 你反而會得罵他 然後會讓自己呢 帶來更多的惡運 對 因為其實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體質就是會吸引你這一些 過來接近他 你就應該要好好地跟他和平共處 和平共處就可以了 不是把他們趕走 對 而且你越趕呢 越趕不走 他會覺得你對他是挑釁的 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這樣分辨 就是說 如果你要花大錢 然後聽有一些老師叫你什麼東西幹的 如果是花大錢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可以 要避免 對 因為大部分都還是存在商業行為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真的要花大錢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有一點商業成分 其實要怎麼樣解決最好呢 其實教大家 讓這個有一個宗教的觀念 你平常可以多念一點觀音心咒 或是你可以找一個更好的高聲大德去皈依它 或是你自己有個信仰 不管天主教啊 或是基督教啊 或是佛教 道教都可以 你有一個主神的力量當你的靠山 就可以發覺了 但他這個窗戶底下還是得貼起來吧 對 好 那這個人講話就把它貼霧面的 你也不要貼這種隔熱的 然後會變成鏡面的 然後照到你的床 嗯 好 好的 睡好一點啦 來公布這三個 屬猴的朋友 好 屬猴的朋友呢 縫到布、蛇 吐、蜀、蛇、女虹年呢 特別的有文昌韻喔 而且它的文昌味呢 剛好在西方 所以我們可以往這邊呢 多去祈求 好 所以像屬猴的朋友呢 就要特別留意喔 你如果 它跟那個屬老虎一樣 你要去外地 會特別有緣分 好 一樣說外地呢 烤回來會更好 好 那屬雞的朋友呢 如果縫到呢 就是龍、雞、馬、牛年呢 特別特別的有文昌韻喔 那這個時候 你也是一樣往西方去拜文昌帝君 還有文殊菩薩 特別的有烤韻 好 屬雞的朋友就是龍、雞、馬、牛年了 對對對 好 接下來最後一個屬狗的 好 屬狗的朋友呢 逢到蛇、馬、豬、兔年呢 哎呀 特別的有文昌韻喔 那屬狗的朋友呢 它這個生肖呢 就很執著 對 明明其實呢 它很容易就是很執著的意思就是說 明明這題它一定不會烤了 但是呢 它還是執著覺得說 一定會烤一定會烤 每年都執著 覺得它會烤 結果每年都準備出方向 沒有 它就很執著 因為很忠心 對 它對它自己的那個認知啊 它是根深蒂固 它覺得這樣就是這樣 對 比較固執一點就對了 很固執 所以它準備來講的話 反而屬狗的朋友一定要靈活一點 好 頭腦要轉向 好 所以還真的你看 從這裡 這六個生肖 幾乎都是明年其實 好 只屬羊可以 其實它都沒有耶 明年都不太適合考試耶 有啊 豬也可以 對 好吧 那就是大家看一看 如果明年適合考試 趕快再去找個東西來烤 是 如果真的找不到青椒啊 山藥這些都可以烤 好不好 那希望您真的也是唱片 在接下來要出唱片大麥 然後呢 工程呢 也都大發 應該算大發吧 對 工程名舊啊 對 對 也是啊 然後可以一起玩鄉啊 對 好不好 好 謝謝啊 謝謝 恭喜啊 謝謝